武林半决赛今天晚上落幕 而本赛季最扣人心弦的总决赛 也接踵而至 5月1号晚上 东方卫视将全程直播 本季武林大会最后的厮杀 节目组刚刚在两个小时前 召开了赛前记者会 总决赛的所有选手全部亮相 虽然这也意味着今晚半决赛 谁去谁流的悬念已经揭晓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对总决赛的期待 来看看记者从线上发回的报道 5月1号晚上武林大会总决赛 几天下午薛之间黄曼 MSC 棒棒堂等十足总决赛选手 悉数亮相 但他们却有些人在曹营心在汗 因为比赛只剩两天 排练必须分秒必成 我是有点误打误撞的 就是我没有想到自己能跳到哪里 反正就竞选力跳 没日没夜地跳 记者环视四周没有发现 小强袁成杰的身影 打听之后才知道 袁成杰因为荡肌问题 而爆汗退出了总决赛 他不能来了 是因为他拍戏 他拍戏的档期合不出来 所以他自动退晒了 我说啊 这么便宜我 走了袁成杰 还有杨志刚 自知不能创造奇迹的薛之间 早已把杨志刚奉为 最具冠军像的选手 杨志刚老师呢简直就是 他的翻跟头什么就 看他吓死了 我在旁边就炸舌了 觉得哇 他才翻两个就生鲜了 就那种感觉 而身材高挑的黄曼 也被视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 但黄曼本人眼下只忙着紧张 而无暇顾及其他了 紧张 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那对争夺 5后的称号你有兴趣吗 没有 此外MAC和棒棒糖两大男团的比拼 也是总决赛的看点之一 而巅峰对决尚未开始 MAC已经羁押一筹 因为他们率先争取到了 本届五年大会人气最高的舞伴 高雪 听说这次还没有比赛了 这个贵团已经赢了棒棒糖一筹了 你们已经成功地把这个 人气舞伴高雪拿到手了 即便如此 MAC也丝毫不敢怠慢 据说他们昨天是在大马路上 练了一个晚上 昨晚我们12点 从郑州到上海 到上海以后 我就立马去排练 然后结果排练厅还没有电 然后我们就跑到大街上去练 到今天早上7点 在大街上卖艺 而死对头棒棒糖 也已经榨干了自己 最后的一次经历 因为这次是最后的决赛 我们算是把我们 毕生所学的特技 全部都用在这一场 老实说我们在出赛的时候 就把我们帮帮行的特技 全部做完了 5月1号晚上9点15分 东方卫视将全场直播 舞林大会总决赛 届时孙力领前的 甄嬛专剧组也将起来助兴 另外中国男子 乒乓球队主教练刘国良 著名演员王姬 冰上抗力神血昭红博 都将加入平位级 舞林巅峰对决即将开战 舞林大会总决赛 黄曼来了 来 等一下 威廉 威廉的手 最后怎么都忘记 我们还有一个团员 不要忘了 我们加油加油加油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MIC 5月1号 舞林大会总决赛 我们来了 与了新闻地 孟祥云 陈小叶 上海报道 我们开始 excited to hear the show responded to the show